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现在渐渐在社会上趋向人口老化 很多时我们有时在新闻里听到 有些长者在逛街的时候 甚至在洗手间的时候 很容易滑倒 跌倒 砍掉头 现在常常见到这些情况发生 砍掉头 或者头部受伤 其实都可大可小 在你的临床上 和同类疗法里面 有没有什么疗剂可以帮助这些问题 可以及早处理 不用引致很多那些严重的问题发生 后遗症等等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砍掉头了 头部受伤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多不少 宋文仔都经常有砍掉头了 或者被硬物击伤 好了 当然一般头部受伤 最容易看到是流血 乳 甚至乎严重点是头颅骨裂 或者脑震荡 导致脑本身受伤 当然有时候也会失了知觉 当然 遇到很严重的脑部受伤 当然立刻要去寻求医疗 尤其是紧急医疗 尤其是当人受了伤之后 他人就好像失了方向感 或者是 没有了知觉 或者你看到他 那个瞳孔长大了 或者是痛得很厉害 或者骨裂 这样的 当然了 严重的头部受伤 会导致脑部受损 令到身体其他部分的功能性 都会影响到的 有时候你看到的人 脑受伤之后 就会出现过度的 ere睡 一直睡睡睡睡睡睡 Björge桑 甚至感觉慨慨lusion 而甚至快焦 涓涨及 迴震 若阳西部 或 technologies都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好好情進 急锻去处理 若果 meth flu 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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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ure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当然跟大家多 accountable 当然当然还是看 sabemos 试 看看受伤的部份怎么样 看见 无分其他的地方 即是否同时有 prevalclockwise 因为血 跌疏 不只是跌倒頭 跌倒其他身體部位 看看那個人走路 躺下 走路搖搖搖 有沒有出血 看看那個瞳孔是否正常 或者有些不正常的現象出現 簡單的指引 你遇到任何的情況 第一個療劑去處理這些頭部受傷 就是安妮卡 生錦車 在同學療法裏面 我可以這樣說 安妮卡是最常用 最多人認識 是最容易令到人感受到同學療法的威力 我們很多時候 很多病人 我們的學生 都在家裡一定避到安妮卡 可能什麼療劑 什麼都不太適用 什麼都是用安妮卡 一遇到意外的時候 就先用安妮卡 什麼問題都用安妮卡 而很有趣的是 很多時候都可以 有時候我們不是 安妮卡 可能不是最好的療劑 有其他療劑 但你總是用安妮卡 都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任何緊急 受創傷 受驚 都是安妮卡 都會幫得到 所以這個療劑 記住 如果你什麼鬼 家裡什麼都沒有 總之就先用安妮卡 有時候中風 安妮卡 都是首選的療劑 但是當你遇到那個病者 頭受傷之後 腦震盪之後 出現的人 是很極度的昏迷 很迷惘 很呆滯 而且是慢了 反應慢了 而且精神是很混亂的 遇到這個情況 你的療劑 就叫做Helaboris 是Black Helaboris 是我們翻譯的聖誕玫瑰 Helaboris H-E-L-L-E-B-O-R-U-S 英文是Black Helaboris 是一種植物來的 可以叫聖誕玫瑰 這個療劑就在這個情況用了 好了 如果你受傷的部位 是牽涉到你的脊椎神經 有時候躺傷 或者脊椎 震盪到下 整個脊椎都受傷 這種情況 我們的療劑就是 Hypericum 或者聖John's Watt Hypericum H-Y-P-E-R-I-C-U-M 中文叫金絲圖 跟脊椎受傷是很大的關係 好了 如果你因為頭部受傷 出現的是其他的症狀 譬如長期頭痛 或者情緒低落 或者發揚跳 因為你的問題是 因為你以前曾經頭部受傷 而引導現時的情緒 精神狀態改變了 那你就會考慮 Natrum sulfuricum Natrum sulfuricum 即是硫酸鈉 或者Cicuta Cicuta 是毒癥 Water hemlock 就是會用這些的 有這幾種療劑可以去形容 就是有些改變了 OK 好了 通常在這些情況 就是你用療劑用得好 譬如簡單一些 即時不痛 即時止痛 也有時候 可能你本身遇到一些 有些情緒改變了 精神狀態改變了 可能在幾天或者幾個月 就會改變得到 OK 我的經驗 我曾經試過處理了 有個年輕女 她又在廚房撞了撞之後 失了億 失了億 很多方法都幫不到 結果她的爸爸就帶了她來 她爸爸是一個醫生 一個西醫 她帶了她來 我就用了我們的療劑 我記得之前 是好幾年前 我就用Natured self 那個瘤酸鈉 是治好她的 很有趣 好像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家庭 一個兒子也是 好像在英國打 有一單車 以外撞倒了頭 又不斷失了億 就是不認得人 結果回到香港 我們有機會醫治她 也是用這個療劑 是Natured self 流酸鈉 治好她的 OK 所以這個療劑 是很驚人的 當然大部分人 撞倒了頭都流血 傷害康復就無時了 但是也有些情況 出現很嚴重的後遺症 這些同外療法 在這方面是非常拿手的 除了療劑之外 如果是跌倒了 我們還有在家居上面 還可以用什麼自然醫療的方法 可以做一些急救 一般我們都經常都遇過的 就是你撞倒頭 通常都是流血的 是 都會流得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我們頭皮的血量 供應量是很多的 所以有時候 雖然傷口很小也好 但血流得很多 就是整個臉都 有些血湧出來 是 但不用怕 只不過我們頭皮的血量 是特別多 不是代表是嚴重 也很嚴重 所以我通常一般來說 就會冰敷它 簡單一點 如果家裡有什麼 有金棧花 Clandula 是一種噴劑的 我通常就會用金棧花 噴著它 然後就用沙泡 握著它 按著它 那就很快就幫它煮到血了 OK 也都會令到它將來的傷口 就很快會康復的 OK 那這個就是簡單 可以即時可以做到的 好啊 那或者再麻煩啊 袁醫生 將剛才呢 介紹過的五種療劑裡面 就是再詳細一點 跟我們分析一下 那等到真是 萬一遇到這些意外的時候 都很快就可以 配得中那個療劑 來做一個急救 那首算呢 都大家說 第一個療劑 是遇到什麼情況之後 受癌 撞傷 跌傷也好 第一個療劑就是 安妮卡 生金車 那 這個是 生金車通常都是 撞傷之後 有一種雨晒 是不是 那可能人呢 可能受了 有一種 一種 一種 失魂了那種 那種感覺 那 還有很有趣呢 安妮卡的人 受了傷 很多時候呢 他都覺得自己沒有什麼事 都叫你 沒有問題了 你不用管我的了 OK的了 跟著可能補聲 那種感覺呢 躺下的時候呢 不舒服的 OK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臨場上 我經常用得到 就是那個 劉酸納 那個 natrium sulfuricum sodium sulfate OK 好啦 我曾經講過 就是通常呢 這個療劑呢 是應用在一些人 因為受了 腦部 頭部受了傷之後呢 是出現其他那些後遺症 包括 之後呢 就經常都頭痛 是 或者頭痛持續 或者是會抽筋 這樣 那還有些呢 是那個人呢 是情緒低落 我試過有兩個病人 他來呢 兩個都是女士來的 都比較年紀大小小 就是五十多歲的 那他們呢 來的時候呢 那個主數呢 就說那個 情緒低落的 那我問回她 原來呢 都是一個呢 就在 停車場那裡 就不小心 被那個停車場 那個閘 不小心 就敲到頭 那還有一位女士呢 她是在游泳池 那個附近呢 就有些跌了下來 又剛剛敲到頭的 那都是因為 因為頭部受傷 而導致她呢 是變成呢 是情緒低落 情緒抑鬱 那樣的 那如果這種情況呢 尤其是抑鬱到呢 甚至乎可能想自殺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是 這個療劑呢 是Nation of Valicum 那好幾次呢 都遇到這些問題 不是當時是 頭部受傷 是追溯到 他的問題的起源呢 是因為 自從頭部受傷 那那個劉村立的人呢 通常的人呢 都是性格上的 就是不需要被人批評 那樣 很緊張的 那還有呢 就是對那個家庭呢 都是很關愛的 那也都有時候呢 是頭痛得來呢 包括消化不良 OK 那這個就是我過去用的 常用的療劑了 好了 跟著第三種療劑呢 都比較常用得著呢 就是Hypericum 是金絲套 那通常呢 這個情況都是這樣 是 他 撞到頭部的時候呢 其實呢 是 除了那個腦震盪呢 他的脊椎神經呢 都受了震盪 OK 的時候 而他的症狀呢 往往都是呢 就那個 有很多射的 就是 方射性的神經筒 很明顯是神經受了傷 脊椎受了傷 OK 那個人呢 就都 情緒上呢 都出現個人呢 是目了下 就是 呆滯了 呆滯了 還有呢 就很多時候呢 就是經常都 忘記 事忘了 OK 那有時候呢 他的頭呢 他感覺上呢 就好像有些 冰凍的手呢 是觸摸到他的 那 會出現 頭痛 甚至乎那個 抽筋 發陽釣 是那個 魂 還有呢 就是那個麻木 和針刺感 那這些都是因為 那個 脊椎神經呢 是受影響 受了傷的 那這個療劑 就是 是Parracum 金絲套 好了 接下來呢 我用的呢 就是那個 毒癥 毒癥 Cicuta Cicuta 通常都是呢 就是因為 它受了之後呢 那個 開始呢 就出現了 很嚴重的 發陽釣 抽筋 那種發陽釣 是整個扭曲性的 很嚴重的發陽釣 那你發現呢 如果這個情況呢 你可以想 那個療劑是Cicuta 好了 另外一隻就是Helloborus H-E-L-L-E-B-O-R-U-S 是聖誕玫瑰 那這個Helloborus 人呢 就是頭部受了傷之後呢 那個人呢 就是瘋瘋瘋瘋瘋瘋 瘋瘋瘋瘋 瘋瘋瘋瘋 反應緩慢 那個人好像 好像很失落那種的感覺 你說話的時候呢 他好像聽到你 也好像不知道你在這裡 那這種這樣的 情緒上 那個腦方面的神經系統呢 這個是一個Helloborus 有時候呢 你跟他聊天 跟他問他的話呢 他好像是 答得很慢 不是很察覺到 你到底想問些什麼的事情 就像你問他 問他的話 他答得不清不楚的 OK 還有周圍的環境呢 他好像無動於衷 都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 那個眼神呢 往往都是有一種很焦慮的感覺 還有呢 他的眼神是一種疑望著你 自己好像覺得自己發生什麼事 跟你說 聽到你說話 又不知道你真的跟你說什麼 OK 還有呢 可能呢 因為頭痛 那個腦泵遲鈍了 那也有時候呢 你看他的表情呢 那個眉毛呢 是深深皺了 就好像他想去想事情 但好像想不通什麼 那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呢 那療劑呢 就是聖誕玫瑰Helloborus 那這幾個療劑呢 一般上呢 在我過去的立場上呢 都很成功地應用過 處理得很好的 嗯 謝謝余醫生 剛才一開始有說過了 頭部受傷呢 有時候 但現在已經好像常見 無論是 剛才除了是長者之外 有時候小朋友都會玩 那些狀態 都是很常見到的 但是 真是可大可小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如果家居上避了一些療劑 在這裏的時候呢 真是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立即用這個療劑去處理 就不會引致很多的後遺症 就不會引致很多的後遺症 就像剛才是 袁醫生的臨床上面 有些患者之後 就是來看的時候 就完全是另一件事 但是原來追溯回那個源頭呢 就因為是一個頭部受傷 而引起到的 那好像剛才說 那些情緒低落到呢 有機會好像想去自殺 那些是非常非常之嚴重 好在有療劑可以幫到他們 可以令到他們有個康復的機會 這個不是講解說很多年之後 是很多年之後的事 如果你發現這個問題 是追溯到是因為自從頭部受傷而引發 那這些療劑就可以幫你解掉這個結的 是的 所以同類療法的奧妙之處 大家不可以用一般對藥物 或者是那些來做檢測的評定 它那個效果什麼的 是可以一路一路 是很深入 是神奇的了 總之你經歷過的人 覺得他真是不可思議 這麼好的醫療 竟然不是那麼多人 是起碼我中國人裡面 認識真是很少的 那希望大家聽眾聽了之後 就是多些去了解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家裡有常備 有療劑 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即時有這個解決的辦法 就不需要再這麼徬徨 可以真真正正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關於療劑 或者其他產品的問題 可以聯絡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